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樣吃就對了 今天推薦的好食材是糙米 糙米是全骨根莖類 你三餐都要吃到全骨根莖類 最希望你多吃米飯啦 不管是白米 無骨米還是糙米 哪個比較好的呢 趕緊歡迎兩位專家 為你好好的深入探討 第一位是在營養學上面 有深入研究的 吳映蓉營養學博士 第二位是今天穿的 閃亮的圓玉瑩資深營養師 今天很有演唱會的Feel 馬上為你介紹今天的主角 糙米 糙米屬於全骨根莖類 擁有豐富的蛋白質 膳食纖維 鈣 鐵 還有多種維生素還有營養素喔 一口接著一口 香甜的米飯在嘴巴裡細細咀嚼 幸福的滋味瞬間蔓延開來 看似簡單一碗飯 其實粒粒皆辛苦 位於北回饋線上的嘉義 蔚藍的天氣 滋養了土地 加上辛勤的農民 最後並孕育出我們吃的營養稻米 種稻石 懷著期待羊苗成長寶食類類 稻穗的心情 經過一百多天的等待 收割這天映入眼簾是 粒粒金黃古米 走在鋪著金色地毯的田梗上 所有稻米似乎對你鞠躬致敬 直接由辛勤農民辛苦種出的稻米 它們屬於富含澱粉的 顴骨根莖類 是供給人體熱量最大的來源 稻米的生澱粉不好消化 加水煮熟時 使澱粉糊化成為香Q的米飯 這個時候澱粉的消化率最高 當米飯冷卻後其中澱粉會產生回膩 而形成抗性澱粉 無化的澱粉在小腸中會被分解成葡萄糖 經小腸吸收後升高血糖 但抗性澱粉結構較緊實 所以不容易被分解 有助成年人血糖的控制 吃飯配菜 以肉食為主的西方飲食習慣更為營養均衡 請體會誰知盤中孫粒粒皆辛苦 簡單一碗飯要吃到 真的有許多辛苦的製程 所以請記得好好珍惜你吃下的每一粒飯 這樣吃就對了 你吃對了嗎 看完這段精彩的影片 對糙米是不是有初步的認識呢 原來糙米有抗性澱粉 不過一聽到減肥 是不是就不能吃澱粉啊吳博士 沒有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澄清 如果說你減肥的時候 完全一口澱粉都不吃的話 你注定以後會腹胖 我比現在還要胖 對 所以大家要小心喔 因為為什麼我們身體有個東西叫做血糖 它會從我們的澱粉變來 那如果說當我一口澱粉都不吃的時候 我身體的血糖會下來 那我這時候我身體又想辦法把我的血糖把它變出來 那這時候是用去動用我身體的肌肉 肌肉 對 所以你減掉的那個體重是肌肉喔 所以肌肉不見的話 新陳代性會下降 所以你以後如果再吃回原來熱量的話 它又會腹胖 那第二個就我剛才講說身體要想辦法把血糖變出來嗎 那會起動一種荷爾蒙 叫做皮脂醇 皮脂醇呢 它反而會讓我們腹部的那個油脂 臀積 對 所以你長期不吃澱粉的話 你過一陣你會發現我怎麼肚子反而變大 對 還有就是說澱粉其實它是幫助我們 脂肪燃燒很重要的營養素 所以如果說你不吃澱粉的話 長期來講我會有銅酸中毒的現象 我的脂肪沒辦法完全的燃燒 所以減肥喔 我只准大家晚餐不吃澱粉 對 可是你不能一整天或是長年累月的不吃澱粉 所以不吃澱粉會燒你的肌肉肚子會變大之外 還不能幫你燃燒脂肪 所以適量攝取澱粉是很重要的 對 沒錯 所以原營養素要怎麼樣適量攝取 然後怎麼樣吃對澱粉 我想現在應該是吃澱粉要吃得很有智慧 現在很流行吃這個抗性澱粉 那如果一天當中大概5到6%的 這種含抗性澱粉的食物就很好了 哪些食物含抗性澱粉呢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像馬鈴薯啦 還有今天的主角糙米 地瓜這些都是 它們對減重的效果是很有幫助的 原來是這樣子 但是你知道糙米可以變成白餅 它們是這樣變的 收割機在田間快速收割 一粒的稻米 猶如流光宣洩制運輸車 數以萬機的稻米安穩地躺在農車上 似乎準備洗禮一般 等待著大變身的時刻到來 轉眼間到了年迷藏 大變身的時間終於來了 一到達的關卡 彷彿將稻米化為完美的model 打石雞去除石頭 農骨雞去除稻骨 將硬殼去除就是糙米了 它是保留最大營養素的骨類 糙米去除米糠的部分 就是胚芽米 保留米粒尖端的胚芽 外觀比糙米白 比白米黃 再來 胚芽米去除胚芽之後 就成為金白米了 經過洗米雞洗淨米粒後 將殘留的米粒外的小顆粒去除 洗米過程中也會把米吹乾 出來之後就 哇 晶瑩剔透了 一顆小小的米粒 確實有大大的學問喔 這樣吃就對了 你吃對了嗎 哇 原來白米都是澱粉 所以跟超品營養比起來 超米營養是比較高的 那吳博士啊 可以幫我們比較一下 超米跟其他核骨類營養 比較是怎麼樣的呢 超米跟其他核骨類 像燕麥或是小麥 來比較起來的話 超米蛋白質比較少一點 不過超米它對於那個蛋白質 利用力也比較高 其實是蠻不錯的 可是話說回來 所有的核骨類 包括超米在裡面 它們有一種氨基酸都比較少 那個東西叫離氨酸 那我們可以把氨基酸 小層積木啦 我們身體所需要的積木 總共有20種 所以你要全部這20種的積木 通通吸收進來 我才有辦法在身體合成 比如說頭髮啦 肌肉啊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你的飲食裡面 都只吃的是糙米 或是其他核本類的話 變成說 我每次都少了某一種積木 所以我身體裡面的一些 合成的蛋白質 沒有辦法順利完成 所以建議大家你飲食裡面 不能只有吃核骨類 或是只有糙米 你要吃糙米的時候 必須跟其他的像豆類啊 或是沒有吃素的人 要跟一些肉啊蛋啊一起吃 這樣整個蛋白質才完整的 也就是說你所吸收的這個 20塊的這個 筋木才會完整 我在身體裡面才能拼成 各種我們需要的蛋白質 所以還是一句老話 飲食要均衡啦 當然最近聽廣播啊 或者看電視啊 都鼓勵大家多吃米飯 那原營養師啊 多吃米飯對身 你是不是真的超好的 這多吃米飯是這樣子的 因為雞鴨魚肉再好吃 我們也不能把它當作主食 所以主食呢一般來講是 這個稻米類 五穀類 因為稻米也比較容易種對不對 那價格也容易取得 它也比較大眾化 那我想這個主食類吃稻米 是非常好的 它也很好吃 但是要注意 就是要選擇比較低GI的這個米飯類 什麼叫GI 或者什麼是高GI 跟低GI 所謂每種食物都它的GI 就是說你吃了這個食物以後 對我血糖影響的程度 譬如說我吃下去 馬上血糖飆高 這個食物叫做高GI 那我吃下去呢 血糖比較慢慢的才升高 這叫低GI 那我們以那個葡萄糖來講的話 我吃下去的話 我們以100來計算 那吃白米飯的話 GI值就是70幾 那糙米再更低一點 50幾 所以比較上來講的話 糙米的GI值比較低 也就是說我們吃的糙米 比較不會讓血糖馬上飆高 這樣子的話 對我要減重啊 或者糖尿病的病人 其實吃糙米會比較好 所以低GI值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接下來透過這段精彩VCR 來比較一下 糙米還有別的食物的營養是怎麼比的 糙米煮熟之後沒有添加任何的化學成分 也沒有再加工精緻化 就是原態食物 按照一份就是一碗來看 每個人每天應該吃全骨根莖類 1.5-4碗 依照個人不同的熱量需求來攝取 我們來做營養比一比 糙米沒有經過像金白米一樣 脫去兩層帶有營養的皮 所以跟金白米比較起來 糙米輕鬆的獲勝 來看看糙米跟沛亞米比一比 沛亞米則是脫去了一層帶有營養的皮 所以雖然比金白米還要營養 但是還是輸給了糙米 再來看看牛肉泡麵 泡麵經過加工精緻化 熱量比糙米高 納含量更是糙米的692倍之多 最後看看細米粉 細米粉是經過加工精緻化 聰明的你應該知道哪顆獲勝了吧 糙米大獲全勝 把食材變成食品世門科學 但是如果把食材變成好吃料理 那你一定是天才 你一定是哲學家 你一定是藝術家 忙為你進行就是 這樣吃就對了 烹調時間 今天我們的推薦食材就是糙米了 當然希望透過糙米在很簡單的烹調方法中 你不用有專業廚房 在家裡也可以完成少糖少鹽少油 然後很有創意 首先歡迎這兩組團隊 他們對決就好像當年80年代 賽爾提克對決胡人 首先歡迎穿綠色衣服的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所有人看他都要鞠躬盡揚的 周錦瑤Andy師傅 周錦瑤人稱Andy師傅 承認五星級飯店主廚 現任參旅系主任 旁邊這位是潛力無窮的邱憶辰 另外一位代表無人這一方的 所有廚藝界的廚師 聽到他就聞風上膽 建議掌聲歡迎 吳映天 吳師傅 大家好 吳映天主廚 知名酒店廚藝總監 是中西料理一把燥的美食藝術家 旁邊是他的助理彭凱瑄 兩位No.1的師傅 今天會帶來怎麼樣的創意食材呢 Andy師傅 你先吧 我們今天的超米創意料理 就是小朋友最喜歡的米漢堡 所以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 醬燒豬肉糙米薄 那我們今天的材料呢 包括有煮好的糙米 核桃 很重要的調味 包括有醬油跟味醂 還有我們的豬肉的部分 包括有絞肉 我們的洋蔥 我們的薑 還有一些調味 跟我們的生菜 番茄跟洋蔥 來做搭配 還有起司 那我們第一個步驟呢 當然就是 這是最重要的我們的糙米 那我們把我們的糙米 先放到一個碗裡面 接著加入秘密武器核桃 增加香氣 再用味醂跟醬油調味 攪拌均勻後 放到模子裡 慢慢緊壓 下鍋煎一下 就是米漢堡了 那我們就開始煎我們的米漢堡 我們要做兩個 那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要把它煎上色 帶個盒來吃米漢堡 我們去找一下吳師傅跟Dennis中 吳師傅 吳師傅 我們帶來怎麼樣的糙米創意料理呢 我們今天會跟各位介紹一個 木瓜糙米 辣味球 哇 那這道菜的特色就是說 它利用 好像我們平常在吃蝦鬆的那樣的口感 那因為糙米本身 我們這邊有一個熟的糙米 糙米本身它的纖維比較粗 它有一些膚皮在上面 那當然它最好就是它有配量的營養 那吃起來是比較 味道會比較差一點 那所以我們改變它的一個味道 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有 還有橄欖油 一些乾蔥 辣腸 那這辣腸要稍微用水燙過之後把它切成小丁 那這個是蒸熟的糙米 那我們增加口感的一些西芹 還有這個 剛好現在是季節 夏天最多就是馬蹄 那馬蹄可以增加它的香氣 吃起來有那種梨子的味道 熱鍋後放入乾蔥碎末下去拌炒一下 再放入切成丁的臘腸 先把這兩味在鍋裡面均勻的翻炒 接下來加入糙米 記得用小火慢慢炒 當你聞到一點點焦味的時候 加入西芹跟馬蹄 一起放到鍋中先炒熟 好 那我們也持續給它炒 大概三到五分鐘 那這個味道再做一些轉變 那吳師傅 我先讓你炒一下 找一下Andy師傅馬上就回來 OK 前進去 Andy師傅 看樣子漢堡的皮好了耶 我們現在漢堡已經煎上色了 再來很重要的就是要做我們的 醬燒豬肉堡的Burger 裡面那塊Petty很重要 好 第一難配角 漢堡肉終於登場了 要加入洋蔥 薑 巴西利 還要加入中級的配方 吐司麵包泥 用力攪拌均勻之後 加入少許鹽巴跟白胡椒 然後痛扁漢堡肉 摔個二到三下 增加筋度還有口感 接下來將漢堡肉壓扁 慢慢捏出漢堡肉的形狀 然後 好 我們一樣需要時間 我們要把它煎到八分熟 然後放到 再放起司 所以需要一點點的時間 OK 待會兒會有起司 太期待了 待會兒來可以吃到了嗎 可以 耶 吳師傅 Denis來找你啦 哇 吳師傅 好香喔 對啊 我們就是把這個蠟腸 還有我們的糙米飯 炒到一個香氣 你可以 才可以聞得到 那這道菜滿特別的就是說 它可以做冷的也可以做熱的 那我們今天跟各位示範的是 做涼的這個菜 所以我們把這個菜 把它倒成一個盤子 然後我們把它 鋪均勻 然後我們先擺在旁邊 好 讓它冷卻 那冷卻好之後 我們就來進行下一個動作 來欣賞吳師傅的獨門功夫 先在盤子上鋪上保鮮膜 另外將木瓜切成四分之一大小 開始翻到木瓜背面 切下幾片木瓜厚片 厚度要一樣喔 然後整齊的排列鋪滿 保鮮膜的盤子上 將保鮮膜反面包著木瓜 拿起放入另一個碗中 加入適量的辣味飯 再將保鮮膜反抓 讓木瓜片完整的 包裹著辣味飯 最後發揮巧手 將它們捏成球的形狀 哇 吳師傅果然名不虛傳啊 好 放在碗裡面之後 我們就把它擺到冰箱裡面 因為這個米飯是有一點 剛剛才採好 所以我們大概要放到冰箱裡面 大概半個鐘頭的時間 那這個會完全的冰涼 那這個就是很適合我們夏天 可以來做這個食用 太酷了 那Danny去找一下Andy師傅 馬上回來找你 好 再來呢 我們就把我們的主角 從烤箱拿出來 起司剛剛好融化 哇塞 真是致命的誘惑啊 真是致命的誘惑啊 好 看一下 好 再來我們的 我們的成品就已經完成了 太厲害了 看到我們中間有薑汁味道的 豬肉漢堡 好 然後還有很新鮮的這個 Tomato 還有Onion 還有很多Lattice 這個漢堡 它的最高的那個感覺 就是中間好像洗三溫很亮 又冷又熱 對不對 所以它的名字是 醬燒豬肉 超米堡 太厲害了 今天是破坑比賽 當然 讓Anny師傅休息一下 然後這邊去找一下 吳師傅 吳師傅 Dannis來啦 我們這一道菜冰涼之後 它吃起來會有這個 臘腸還有這個 糙米的一個香氣 那木瓜本身 它需要有一個東西來幫襯 不然吃起來會有一點 boring 所以我們今天選擇的這個是優格 就是市面上 你買得到 你這叫原味的優格 那我們準備了香菜 跟這個褐和葉在裡面 這個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它放進去就好 那我們國人的口味 基本上優格都是比較甜一點 那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優格的口味過甜 那你可以加一些檸檬汁在裡面 那基本上這個醬汁這麼簡單 就已經完畢了 最後來瞧瞧吳師傅的擺盤功夫囉 盤子上鋪上生菜絲 再將其他色彩繽紛的蔬菜再鋪上 把剛剛冷凍成形的木瓜球 小心翅膀 小心翅膀反抓地擺上 最重要的是要淋上吳師傅 絕不外傳的獨家優格醬 這是薄荷葉 我們把它放一片在上面做裝飾 那這樣子就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這道菜 我們請吳師傅舉起來 來讓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一道 非常厲害用糙米來完成的 木瓜糙米辣味球 希望在夏天的時候 給你很好的口感 同時這個時候也請Andy師傅 帶著你的成品 來跟吳師傅來做一個合體的動作 你這道菜是 薑燒豬肉糙米堡 到底你喜歡哪一道呢 你要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今天讓我們來偷吃部下 上我們的官方網站 你想知道所有的原料方法 還有我們兩位師傅的畢生功力 都會告訴你 晚一點點我們加上配菜之後 告訴你這一道菜 加上整個Complete meal 到底多少卡路里馬上來 哇 終於輪到Dennis 超好吃一頓的 謝謝Andy師傅 還有邱宇晨給Dennis 特製的這一款 薑燒豬肉糙米堡 還有綜合水果串 配上百香果優格醬 旁邊是好喝的礦學水 但是有氣泡那一種 超讚的 這道菜裡面 蔬菜類有洋蔥 嫩漿 番茄片 洋蔥片 生菜葉 蛋白質類有豬後腿角落 顴骨根莖類有吐司片 糙米飯 水果類有西瓜 鳳梨 奇異果 百香果 再來看看油脂類 蔬菜油 核桃 橄欖油 最後是奶製品 起司片和無糖原味Yogurt 這麼豐富 的確包含了完整的六大類食物 哇 這麼豐富 要計算一下熱量會不會太高 薑燒豬肉超米堡 有699大卡 中和水果串 附百香果Yogurt醬 有168大卡 氣泡礦泉水 0卡 所以總熱量是867大卡 熱量有點偏高 啊 看來美味啊 還有熱量之間 有很多是拔河的比賽 如果這一餐呢 你吃得比較heavy的話呢 下一餐就吃得清爽一點 來看看吳師傅的大作吧 哇 那個辣味啊 跟那個糙米在一起 超香的 這是吳師傅的 木瓜糙米辣味球 下面還有優格還有生菜 那個是野菇沙拉 這個是西瓜牛奶 看樣子不知道 六大食物類在不在齁 這道菜裡面 蔬菜類有 洋菇 蒜頭 薄荷葉 香菜 美生菜 乾蔥 西芹 蛋白質類有辣腸 顴骨根莖類有 糙米和馬蹄 水果類有西瓜和木瓜 看看油脂類 黑芝麻 沙拉油 最後是奶製品 有低脂鮮奶和Yogurt 這麼豐富的確包含了完整的 好吃東西 還是要看看它熱量是怎樣呢 木瓜糙米辣味球有747大卡 野菇沙拉有33大卡 西瓜牛奶128大卡 總熱量是908大卡 熱量有偏高喔 吳師傅看來熱量還是偏高 不過沒關係啦 今天放重一點 明天就多跑一點步 如果每天放重的話 哇 那你就爆掉了 當然人生不就是平衡嗎 今天小一點 明天多一點 來這邊謝謝吳師傅 謝謝Andy師傅 謝謝吳博士 還有原資深營養師 我們帶來精彩的介紹 還有這麼棒的料理 最後呢 告訴你爆米花香的秘密 你小時候經過爆米香的車子旁邊 都會忍不住捂住耳朵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會爆嗎 把生米放入壓力鍋後關緊 這個時候大氣壓力 一平方公分一公斤重 滾動壓力鍋進行加熱 鍋內壓力也從一平方公分一公斤重 持續上升 一路上升到十公斤重 瞬間釋放壓力 讓米粒因為減壓而膨脹 變得酥鬆香脆 然後加入麥芽糖 攪拌定型就是傳統美食 爆米香囉 好嗎